好,各位觀眾,各位建商 那各位先看到的是吳子佳董事長 請問一下,董事長你今天穿阿媽尼嗎? 我不是穿阿媽尼的 阿媽尼不適合我的身材 是是是 我是個英國牌子 OK,這次又是英國牌子 我只穿一種牌子 然後非常的標準,適合我的身材 是是是 好,來各位觀眾 那今天我們當然會非常 今天先謝謝 今天先謝謝在現場的各位鄉親 那因為昨天跟前天晚上的事件 我們應該要表演一下土下座一下 那實在是不好意思 但是呢 今天我們的重點還是在這個 吳子佳董事長的這個民調 所以我們先鼓掌 我們先歡迎吳子佳董事長來介紹一下 今天最新的民調是誰 其實我今天第一次再來參加這個 這個直播跟所謂的見面會 這個意義非常不一樣 然後我們今天用的 就是巧立明目假借用台北市民調的名義 來公布其實是要跟大家見面 然後最近這些的新的情勢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覺得這主要的主題是 那網上還有很多的網友好朋友 現在同時也在觀看 是 那這個 現在今天呢 我先這樣講說 我們現在面臨到一個問題 在談民調之前 我先介紹一下我們現在目前台灣的現在 今年到底怎麼回事 我們今年碰到一個情況 就是2020年的大選 我們在明天1月11號會選出台灣的新的領導人 那選出台灣新的領導人 目前看起來的情勢 樸碎迷離 因為兩黨都在辦初選 那今天最新的情況出來了 蔡英文跟泰青德已經決定 同意要採用所謂的首席民調 他們也開始進入所謂的初選的進度 大概在7月份 民進黨會產生他的總統候選人 那看這個樣子來看的話 我認為在這個權力的大棒之下 大概蔡英文還是依然會能夠順利出現 因為他的power實在太大了 然後賴青德被他壓迫得很慘 那等一下從這個台北市民調上 也可以看出部分的端倪 那第二部分就是 最大的一個變化就是這個 國民黨的變化 其實國民黨這個黨 從2016年到現在為止 他沒有做出任何一點的改變 也沒有做出任何一點的進步 他就是在去年1124的時候 突然間或是說去年的823號 突然間有一個高雄的水災 水災之後就跑出來一個韓國瑜 突然間就變成一個國民黨的救世主 然後就贏得了全面性的高雄的勝利 他贏得高雄勝利之後 那韓國瑜就立刻把高雄的勝利 把它約制成他個人的勝利 所以就變成高雄的勝利是韓國瑜的勝利 韓國瑜就變成了國民黨的第一大偉大的救星 那韓國瑜就要來救國民黨 他從救國民黨開始到現在為止發展到 他的論述已經發展到要來救台灣 救國家 然後他要去征服宇宙 韓國瑜一直在成長 韓國瑜從小韓國瑜就變成一個大韓國瑜 然後變成一個宇宙的韓國瑜 然後其實那我的定義 我認為去年最大的一個成果 韓國瑜是一個傳奇 是個legion 那是什麼樣的傳奇呢 他就是一個 他六十歲了 他就是一個大概有十四年的時間 他失業在家 好像十四年左右吧 四十多年 靠他太太生活 太太對他很好 太太養他 他不需要工作 結果一個中年魯蛇突然間翻身 一個非常好的一個勵志故事 這是非常好萊塢版的故事 在台灣唯一出現 所以你看到韓國瑜的支持者 大概都是在五十歲以上 而且這都是有點同病相連 你知道嗎 你跟我一樣 會有提到好文 你吵架長 我還在家裡面跟老婆吵架 所以我覺得韓國瑜是一個這種典範 那這種典範造成一個非常奇怪的一種旋風 所以這個旋風從社會學上來講的話 韓國瑜就結合了國民黨的基本教育派 這國民黨基本教育派屬於藍軍的一批 很鐵很鐵的鐵藍軍 那這批就是所謂的韓粉 韓粉每天都罵我 我不知道在這裡有沒有韓粉 網路上一直有韓粉 現在在觀看 我是歡迎被罵 我也歡迎來告 我是個什麼都不怕的人 我是不會給他死 但是我要把這個真相講出來 因為全台灣第一個在去年9月跟10月份 罵就是把韓國瑜定義成草包的人 就是小弟定義的 我第一個說韓國瑜是草包 結果發現突然間 他是講了一個在太平島挖石油 剛好那是我的領域 因為我的一部分時間 我們大部分時間在做國際關係 跟兩岸關係的研究 因為太平島挖石油 那是不可思議的事情 因為南海是全世界現在最危險 而緊張的一個火藥庫 那這火藥庫裡面居然有人 台灣人居然敢去挖石油 這嚇不知道 為什麼 我們台灣太小了 日本那個 就是阿公也比我們大 老美也比我們大 我們是最小一咖 就跑去跟人家挖石油 就是表示這個是一個很沒有現實人 不過還好 他這個草包 從他當選之後 我就停止被約束 說不准罵草包 那我今天剛好現在 我現在呼吸自由空氣 那劉寶傑不准我罵他草包 我剛剛跟寶傑講說 我要找一個可以罵他 可以草包的地方 我們自己在搞直播 去罵他草包 那草包 那草包 那草包的問題非常嚴重 你知道嗎 那草包他不知道自己是草包 才是麻煩的 他已經有發明了很多 包括他說他用他的 因為在這邊沒有NCC管理 對不對 他說他可以用屁眼去看人 他的屁眼有視覺功能 這也是全台灣第一名 醫學上的重大突破 這也是難過於幹的事情 所以我是覺得不敢想像 2020的選舉 居然有一個這種人 想要來參加 參加這個2020總統大選 那這個是一個非常荒謬的一件事情 我想我們可以接受任何的請問 任何的這個選戰的考驗 所以我先特別對韓國瑜的部分 我表達不同的意見 但是在不同意見裡面 我今天非常興奮 看到了這個台北市的民調 我必須要在這一點 所以我現在就倒到這個主題上 所以請包括各位 轉到台北市的民調 我來介紹一下這個非常重大的 全台灣的人民 終於可以脫離這個白癡的 恐嚇的一個民調的書籍 今天出現 第一個書籍 我們把那幾個圖表再給大家看一下 這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一個圖表 我先大概簡單說明一下 我們看到第一個 我們從第一來 這個民調也是我們從五月份開始 一個月就做六都 我們針對六都 每一個月做三都 然後再加上月底固定的國政民調 然後另外一二三州都做不同的直轄市 那五月份我們做的高雄市 我們做的台南市 我們也做的今天公佈的就是台北市 那台北市讓我們出現一個非常戲劇化的數字 然後這個戲劇化的數字裡面 我們用數字講 數字很無聊很枯燥 但是數字我們講概念就好了 首先第一個我們看到一個什麼數字 我們現在談到就是說 最讓國民黨現在感到會有比較重大變化的是 韓國瑜跟郭台銘 從第二行你看起來的時候 當韓國瑜在沙卡都的情況之下 他是33.8是賴清德為對手的時候 到了他在第二個沙卡都的時候 是蔡英文為對手的時候 韓國瑜是33.4 然後你到了這個郭台銘在沙卡都的時候 第一次是37.9 所以那郭台銘到了第二個沙卡都 蔡英文的時候是37.6 也就是說大家發現郭台銘在同樣的 如果賴清德比的話 37.9比33.8 所以郭台銘就贏了他將近有4點多個百分點 然後再來看這是 然後郭台銘在這個蔡英文的時候 38.6 然後呢 他在這個比韓國瑜的時候33.4 他贏了5點多個百分點 然後你再看到一對一的題目的時候 就是韓國瑜對賴清德 韓國瑜對蔡英文 因為我要解釋這個幹嘛 網路上的朋友可以知道一件事情 國民黨在這個禮拜三公佈了他的初選辦法 他的規定就是說 戶比市民調佔15% 對比市佔85% 大概是這樣子的 所以是85 那我們現在在這個top point看到是什麼呢 就叫做對比市民調 是什麼意思呢 對比市民調我剛剛已經講了 就很簡單 就是當韓國瑜跟賴清德比 然後郭台銘跟賴清德比的時候 郭台銘是47.3 韓國瑜是40.2 就是47.3減掉40.2 這差7.1個百分點 就是對比市的民調郭台銘贏韓國瑜 7.1個百分點 這是不可惜的數字今天跑出來 從來打破我們過去對郭台銘跟韓國瑜的觀念 都認為說郭台銘是遙遙的落後 不是領先 然後你再看到郭台銘跟蔡英文比的時候 他是47.1 然後韓國瑜跟蔡英文比的時候是41.6 這時候來講的話又變成5.5個百分點 那有什麼意思呢 就是郭台銘在台北市 假設這個數字是final數字的話 他最後佔了85% 這85%的話大約的話 如果用7來算的話 用7%的差距來算的話 他大概可以輸給 他贏韓國瑜 在這個對比式部分來講的話 大概贏大概5到6個百分點 5到6百分點 如果按照過去我們的概念裡面 郭台銘在黨內負比情況之下 是輸給韓國瑜10個百分點的話 很抱歉 這個時候韓國瑜只有贏1.5個百分點 因為他只剩15%而已 所以也就是說 即使用郭台銘最壞的數字的話 他的對比跟負比情況之下 你會發現郭台銘在台北市會大幅領先 以今天這個數字 他就會出現代表郭台銘 有可能會逆轉整個 這個在國民黨的初選的選情 然後這個情況之下 是我們今天一個重大重大的發現 也就是說 在對比的情況之下 郭台銘在台北市搖搖領先 好了 那為什麼台北市搖搖領先 這就有趣了 所以我們就發現了很多的一個 今天 因為現在做直播這個談話就沒有關係了 沒問題 現在有1200位 我先講 我們今天就討論了一個事情 我認為這裡面有幾個關鍵 因為郭台銘在台北市沒有幹事情 他也沒有活動 怎麼突然間大勝韓國瑜這不可思議了 當然除了韓國瑜自己說了很多白癡的話以外 他用練力來經營高雄 他要去當總統兼行政院長的這種修憲 這都已經是打破我們這個人類的這種 對憲法的基本概念 所以這些白癡的行為讓他自己掉下來 我覺得是有道理的 韓國瑜不要忘記 可是在韓國瑜每一個跟耐心德 或跟柯文哲 或跟蔡英文的比較裡面 韓國瑜還是第一名 也就是說 台北市現在回到了一個燃大於綠的基本盤 可是怎麼會有一個新的 郭台銘會變成第一名 這個讓我們很驚訝 我們有第二個懷疑 我認為這裡面有兩個成功的推手 第一個推手是什麼呢 就是我的好朋友 南軍的教父唐湘龍先生 唐湘龍把他臭馬力頓 唐湘龍跟韓粉透幹了一場 另外一個就是我們的好朋友 董志森先生 他說 講了兩遍我聽得很清楚 韓粉是垃圾 韓粉是垃圾 講了兩次 我覺得這些南軍的媒體人 在台北市發揮了非常大的效果 對韓國瑜做了很大的這種打壓 或是攻擊 這是第二個因素 第三個因素是更重要的事情 我認為是我們台北市的選民的教育水準非常高 因為在我們這個抽樣裡面 有將近過百分之五十以上 是大學程度的被受訪者 這是一個非常特殊的一個案例 那這裡面來講的話 我們就要提到的 這不是幫郭台銘在做廣告 我跟他不熟 但是郭台銘有一個主張 有一個主張 目前來講的話 他提出一個什麼主張呢 他提出一個在中美貿易大戰之際 美國要重建供應鏈 就是美國重建製造供應鏈 因為從2010年開始 歐巴馬政府就主張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叫做再工業化 就是Re-Industrialized 這個時候就是要在美國重新建立它的製造業的體系 到了2017年宣布失敗 結果到川普政府接任之後 川普政府就開始真正的推動這個在執行工業化 就是在製造業推動工業化 所以川普在去年的這個國情諮詢裡面 跟他的眾議院裡面演講 他講很清楚 他當總統到現在為止 他總共提高了650萬個製造業的就業率 是川普去年的成就 所以我為什麼把這個話題扯開 因為這個跟郭台銘的政見有關係 郭台銘是全台灣第一個人提出來的 就是說他要利用中美貿易大戰之際 他要在台灣其實是掌握機會 重新建立一個新的工業體系 我們現在看到政府有開始說明 將近有2500億的歸於返鄉的投資 在上半年已經完成了 然後政府現在說 蔡英文說 可能估計有5000億台幣的投資會回到台灣來 但這個事情郭台銘接過去講 我看他的講法是說他保證他當總統的話是5兆 我還在笑耶 隨便親自來講 後來我想一下他沒有親自來講 為什麼 因為這些歸於返鄉回台灣的產業 都是現在的產業 他是從大陸或從各個地方移除 搬家搬到台灣來 搬回到台灣來 但是郭台銘提出來的是一個不存在的一個產業 是一個新型的產業結構 那因為美國的川普現在想盡辦法要修理習近平 就要阻擋習近平發展他們的高科技產業 所以郭台銘想利用這個機會跑去抱川普的大腿 說你把這個你不讓中國大陸做的這些工廠 我重新幫他做在投資在美國或投資在台灣 因為郭台銘的口才超差的 你知道嗎 他自己的話講不清楚 我覺得我講得比他清楚 但他昨天開始口才非常好 又開始他罵韓國語了 罵人的時候口才非常好 所以非常值得肯定 所以罵人總裁 霸氣總裁最會幹的事情就是罵人 他罵人的時候罵得非常厲害 口條好得不得了 但我在講他的政策的時候 我覺得我講得比他還要更清楚一點 因此就是說 我現在講這個 美國重建供應鏈 會改變台灣未來二十年的一個產業的一個整個結構 那這個大的戰略的佈局 現在已經在開始推動了 那這就是我在想說 為什麼你那麼有錢人要回來台灣幹這個事情 你幹總統幹什麼 原來他是想要借這個機會把他的投資 就是把跟川普的關係 重新建立一個更有更高的高科技含量的生產體系 也就是他所謂AI的東西 或是無人化的東西 然後這也是郭台銘想做的事情 那其實我的看法更簡單 其實做一件事情就好 只要把IC跟DRAM這些東西做起來的話 這個已經可以幫台灣人很多忙了 所以我要提到這一段就是說 為什麼這個47.3的數字 我沒有辦法解釋 我要解釋這47.3的理由就是說 因為台北市的選民 有認真的把郭台銘的話聽進去 那有很多人的分類方式 說是叫做經濟選民 我認為不是經濟選民 其實是知識程度的問題 就是教育程度 就是郭台銘講 他用他那個講話講不清楚的口才 但是他講出了一個重要的觀念 那這個觀念跟情勢 我們聽懂了 因為我們台北市的人 我們在Google上 每天去查 中美關係談判的過程當中 跟我們什麼關係 那我要講到這一段 賴星德 賴星德他在2017年的年底 2018年的時候 那個時候發生了中新通信事件 美國禁止所有的美商銷售IC給中新通信 所以中新通信差點倒閉 當時在最危險的時候 結果記者跑去問賴星德說 現在中美貿易大戰 那這個東西對台灣有什麼影響 我們賴星德院長當時跟媒體講的話是說 中美貿易大戰跟台灣沒有什麼太大的關係 但是請他們兩邊打仗的時候 互相瞄準一點 不要瞄到台灣來 這就是 我這講的什麼意思呢 就是民進黨的政府 包括蔡英文 包括賴星德 包括現在的蘇貞昌 其實他們也大部分屬於草包 民進黨政府也是草包 韓國瑜也是草包 所以這些草包整個的國際情勢的變化 不是很瞭解 也不是很關心 他認為說 反正我呼嚨你就好了嘛 然後我就坐在這邊 每天就談小事 像陳其邁現在突然變成明星 每天爆貓 爆個貓 他就可以騙到很多的點閱率了嘛 所以變成 然後就跟館長兩個就幹掉一下 就搶了反面了 所以台灣變成一個弱勢化跟反勢化的情況 所以我們變成讓整個社會主流的媒體報導的事情 都是碎片化的不重要的事情 可是我們老百姓的集體智慧沒那麼笨 所以我們民教很快的就可以找到出來這種答案 我剛剛提到的 但是第二部分就回到了民進黨的 這個表情有意思 就回到了 你看我們看他第三欄 我現在這個沒有光比 戴星德在幾個比角之下 他是28 沙喀都是28 然後呢 他在1對1的時候是41 然後蔡英文呢 是40個百分點 也是40.8 所以看第一題 第一象徵 韓國瑜比較的說 蔡英文跟賴清德只差0.4個百分點 代表什麼意思呢 代表蔡英文在台北市大幅度成長 這是蔡英文從有 我從三年來 第一次看到蔡英文在台北市的民調 居然有高達到像這種40.8或30.3的這種數字出來 對決提到40.8 然後你要看到他跟這個 蔡英文跟郭台銘最後一盤比的時候有36.1 然後呢 賴清德跟郭台銘比的時候呢 只剩35.4 蔡英文贏賴清德 從今天 我在網路上跟大家報告 從今天的民調看起來 蔡英文贏了賴清德 經過了賴皮 然後不搞初選 然後吵架 然後用很多方式 要沒收初選 凹了半天 皮了半天 最後結果 終於我們蔡總統的策略生效 他今天在台北市宣佈已經超越了賴清德院長 那這個理由很簡單 賴院長並沒有認真地在挑戰蔡英文總統 所以因此 我們今天也宣佈了 要納入首期民調 七月份就要決定誰是2020的候選人 那我認為在這個部分來看的話 應該蔡英文也是可以代表民進黨 大概就沒有問題了 那第三個部分呢 是我最不願意談的部分 就是我們可憐的柯P 柯P跟我是哥們 我跟他是很好 可是他有一句柯語錄了 柯P 我每次都要澄清這句話 柯P說 如果誰說他是柯文哲的朋友 那個人一定是騙子 因為柯文哲沒有朋友 所以我再澄清一次 我不是騙子 我也不是柯P的朋友 所以我在談柯P的民調 柯P的民調 你看了這一排很清楚 他從22.3 21.2到21.3 現在出現一個17.7的民調出來了 所以你按照這個民調來看的話 柯P在台北市輸掉了 那是真的有這種情形嗎 其實並不盡然 但是我個人對柯P的態度 我認為他膽子太小 因為他是一個台大醫學院教授 台大醫學院教授 我看他上個禮拜還兩個禮拜前 在演講在台中 他還在講台大醫學院的故事 你知道嗎 我聽得非常火大 我說你要不要講一些你台北市的故事 來分析一下 你講一些你在台北市長的治理的故事 告訴我們讓我們能夠聽完可以快樂一下 結果他到台中去演講 也還在講台大醫學院 我覺得他一直很難忘情台大醫學院 他有這個台大醫學院的這個記憶 無法忘懷的症候群 那這個問題如果不克服掉的話 他就算當了總統的時候 他還是會把他每天要到台大醫學院的 住在台大醫學院上班的可能性還是在 所以這很麻煩 那柯文哲在台北市長你們各位看到了 他就是說這個也是破台灣紀錄 這個破台灣什麼紀錄呢 就是說你要當了將近四個月 當了四個月的市長 居然他的負相評價 信任度快將近50% 49.5% 然後滿意度52.4% 負相評價52.4% 但是你看他的正向評價是多少 這個柯P是一個兩極化的評價 就是說肯定他的人將近有一半 討厭他的人也有一半 所以柯P在台北市就是兩種人 一種人很恨他 像王世堅這種人恨他入骨 每天做夢都想到要柯P下台 每次等下我們在上節目的時候 要王世堅適應他兩個柯P下台 他把柯P下台當作他的口頭禪 所以那就是屬於負相評價這個部分的人 所以你看看柯P在台北市的兩個非常兩極化的這種情況 他有一半人支持他 這個為什麼他可能當選 但是是顯勝的這個道理 而且到目前為止 其實柯P這四個月來並沒有做很多事情 但是他有做的事情 一直要選不選 要選不選這一類的事情 所以他的正向評價跟副向評價我認為 不是他的施政作為造成的 而是他的言行舉止而造成的這個正向跟副向 可是這裡面有一個比較有趣的就是說 你看到一個國民黨的好感度現在41.7 像國民黨的人一般的話很少看我的這個 我的節目大概國民黨不太看的 因為我罵國民黨罵的習慣 很難改 因為罵了20年了 不太容易改掉 但是國民黨好感度在台北市 會變成41.7 這是很可怕的一個現象 這代表了國民黨在台北市 已經回到了一個藍綠基本盤的比較大的盤 比較一個大的盤面 然後民進黨有33.9左右 從這個上面看 我們可以看一個立委的數字好不好 另外一個 下一個 立法委員 立法委員 你沒有做立法委員對吧 沒有 沒有做立法委員 等一下我放上去 等一下我放上去 沒有 我們有做一個立法委員的比較 那立法委員的數字 大概只有王世堅大同區那一區民進黨會確定當選 除了其他的幾區的話 吳思瑤會先入苦戰 然後這個蔣萬安的區如果不小心的話也是屬於苦戰區 但蔣萬安應該會獲勝 所以也就是說 今年按照我們現在看到的台北市政府的這個 台北市的藍綠分布狀況的話 目前南軍在這個大同區大概是一定會掌握一棋立委沒有問題 然後北投士林區來講的話 那吳思瑤是先入苦戰 所以吳思瑤的這個 母雞啦 母雞跟母雞之間的比較是屬於這個伯仲之間 那如果母雞跟母雞的比賽在伯仲之間的話 那吳思瑤就很危險了 這表示他的個人表現的能力也必須要超過未來國民黨的候選人 這候選人的因素就會變得非常非常重要 因為他會被母雞拖到 當然如果這個母雞到後面還有幾個月的變化我們不知道了 所以我們現在大概在台北市另外還有一個有趣的現象就是 因為我們剛剛提到的郭台銘突然間暴漲 那郭台銘暴漲是從這邊作為轉捩點而去逐漸去影響到全台灣呢 還是這只是曇花一現我不知道 但是我相信今天像什麼王鴻威啊 像這些比較挺韓派的這些的民意代表 大概晚上很痛苦 因為發覺說他們要來貼鍋才可以 別發覺搞韓的話 韓現在台北市市場越來越差了 所以我自己會 它沒想到 它不要一聲 XDD 它沒有怎麼迫 人什麼